就是美國首次 第一次開放 因為我們還有時間 還有一分鐘 剛才到了 講講一台開始就好了 好啦 不然我們現在開始 因為這個資料都有70分鐘 我會說留得比較快一點 你如果覺得你聽不清楚的 你回去調查 那都可以繼續看 今天你說的這個題目叫做比出的台灣 怎麼說比出的 我相信這兩天你們都知道 我們什麼身份 我們什麼地位你們知道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還真有這單位 開車男子被攔下要求駕照 只見他從身上拿出了身份證 卻是三名遠景從未見過的證件 那這個是哪裡 這個是美國的 美國的軍事證 資稱拿出的身份證 是美國軍事政府核發 遠景一頭霧水 男子會被盤查 瞧瞧就是他叫車後面掛的車牌 除了建立單位核發的 上頭掛的紅色怪車牌 寫著USMG 他說這是台灣民政府發的 那我們是質疑這個身份證的來源 那加上這名男子 因為一開始 這個講的話 有一點這個 那我們只要一度發言 也是 也是酒駕 原景將男子帶回詢問 結果他沒有喝酒 還堅持自己是台灣民政府人民 他的身份證上 寫了中英文名字 連身高體重 眼珠顏色 這張鴨瓶你應該看過吧 有看過這張鴨瓶 沒有看過 這樣這麼多 所以你們 這些都在資料檔裡面 你們一半 讓他先 讓他了解說 台灣民政府已經 警察不能對我們 我們來看這張鴨瓶 這個問題就是要印證 早上秘書長說的 日本的外相 代替日本的 天皇跟日本的政府 去簽這個合約 這是麥克阿瑟用說的 小蔡等一下 再拜託暫停一下 再 這裡還沒還沒 再繼續 我來這裡 暫停 我們來看 現在有請日本外相崇光奎 代替日本天皇育人跟日本政府 所以這個問題 一個外交部長代替兩個單位 土地這個土地的主權是日本天皇 但是地利權是日本政府 所以舊金商和平條約 日本政府放棄主權管理 就是管轄權 日本天皇還漏掉 好 來 看後面 所有的台灣人 我幫你保證 你把你所有的周邊的人 你如果要問他一個問題 你只要問他這樣 你如果覺得說 你不知道他的意向 什麼地方 你怎麼這樣問 你問說 日本天皇導航的時候 台灣那個時候 是日本的領土 還是市民地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一定跟你說市民地 我現在 跟這兩天說的問題 我用這個很簡單的 邏輯性的問題 我給你放在這裡 如果是市民地 主權管理是主要 主權義務是次要 如果是領土 主權義務是主要 主權的管理是次要 日本天皇拿給台灣這個土地 它在建設 經過一段時間 以後 它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1945年4月1號開始 已經在這個位置了 所以你看我們上頭 究竟三和平條約 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在這個情況下 它是次要 主要的主權義務 監護權還在 原因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 所有台灣人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台灣人 認為說 當時是市民地 所以割優傳跟康祖敵 是朝得 他們當時一直說 日本放棄台灣主權管理 這個主要的 次要的主權義務就不存在 古節的例子很簡單 我三歲 我在高年醫 古學院 三歲的時候 我老爸給我領用 變成他的 他的兒子 養子 剛才這天開始 我老爸不能有任何的理由 讓我脫離父子關係 但是我老爸 如果三歲 給我帶回家 養子 養到十五歲 他覺得這個小孩沒來 他不要吵 五月 他就不要給我養子 那天我就沒有關係 這個問題就是 是市民地和領土的区別 在這個地方 這樣你那個概念性 你有 你只要會記得 你自己頭部裡面 會記得 文章派讀 你只要會記得領土跟市民地 頭前是主權義務 這是主權管理 所以這個沒去 後面也帶你沒去 但是日本只放棄後面次要 所以主要還在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才夠贏 這裏內裡 現在拍的這個水里 你們自己去看 這都是我們 新台灣人內裡的文章 所以經過萬國公法 暫領不能移專主權 這是萬國公法 因為美國 他是台灣的主要 佔領全國 他還有義務 他必須維護台灣人民的人權 我講這個問題給你聽 這很簡單 天空的主權 這一片文章漏漏漏漏 但是我把它用筒給你 馬上你就清楚了 看圖說故事 剛才開始馬關條約 台青台風地 把台灣掛給日本台風地 但是剛才當時割浪的時候 在這個中央山脈 右側灰色這個 不是在他割浪的範圍 他把六百人的土地掛給日本台風 日本台風 日本台風拿到的時候 好像拿到這塊而已 所以日本台風來台灣 還用十年的時間 出兵去給他政府 就是賽德克巴萊 那一齣電影你講的 經過十年 把台灣這些土地的主權 建構完成以後 日本台風用他的奉索 跟台灣這些高山的 酬長這些頭髮的 會怕理事事 通粉 預防再次造反 所以這個主權 就在台灣建立 在1937年 日本天皇在台灣 這個土地 有北海道的模式 想要在這個地方黃明化 什麼叫做黃明化 就是讓台灣人 可以生日本生 可以說日本 可以生日本 可以看得懂 內地的那一本明治憲法 這樣 又經過六七年 在1945年4月1號 日本台風用天皇造書 就是聖祭 宣布台灣這個土地 跟朝鮮南北韓 同一天 輸用這張錢 你知道嗎 主帝1945年 之前用的是台灣叫做總督府 政府運用的錢 生成這樣 叫做台灣銀行券 因為用錢 改稅最清楚了 你要投降的法律 但是對四月初一開始 內地的延伸 要跟內地用同一張錢 就是後面這張 它這個地方 已經用日本銀行兌換券 才有回到台灣銀行 因為東西在修繕 所以你看 內地的延伸 它的內地 就是現在日本這四顆銀行兌 它的延伸 內地用的錢 台灣也要對它一樣 所以人們都照國際法來 沒有你黑白來 剛才我們的委員長 有你說改變國籍 到底我們台灣人什麼國籍 當時 三十英國 三十四年 十月二五 叫做公學節 公學節 過了兩三個月 有台灣人去要求 中華民國的大法官解釋 它的解釋令是三千空七十八號 那時候就已經跟你說 所有的台灣人的國籍 是日本的國籍 國籍這兩個小菜 好像電池兩隻都沒了 所以那時候就已經跟你說國籍 要用國籍不是這兩年 不是那麼簡單做 我現在拿綠卡 我要拿美國國籍不那麼簡單 我一定要在美國五年 等我兩年半 如果我提出申請公民入籍考試 我科期考試比試通過 我在法官前舉手 從今天開始我要宣誓 我要效忠歐巴馬 這樣才有國籍 所以當時他就跟你說 所有的台灣人是日本的國籍 他有跟你說 為甚麼改變 當時日本天皇的所有領土有這麼多 在北方四島 當時戰敗的時候 委託 蘇聯去把他折領 因為當時美國的 國防的武力 沒有這麼強 所以整個大日本帝國 我當時日本天皇不祥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全部自己佔領 只好委託分配給這幾個國家佔領 主島就是李明博去登島那個主島 叫韓國他折領 台灣叫金蓋舟委員長 來折領 美國親身折領這四葉島 各位你如果是有用 你回去PPS的一個網站 他頂頭中國中國人 他有一個叫做天皇 因為台灣不知道叫甚麼名字 我不知道 他就是你說麥克阿瑟 他就去日本處理的那個過程 劉球叫聯合國來他折領 他在那個時候 日本放100萬的韓國人 在台灣放200萬的中國人 這個100萬跟200萬 掌控這兩個地区的政治跟經濟核心 所以你會記得前幾天 民進黨有一個流行的立法委員 你咨詢中華民國的教育部長 都沒那麼聽他說 只要改一個庫本 就這樣沒完沒了 你看他們這個100萬跟200萬 掌控這兩個地区的政治跟經濟核心 他沒有掌控這個教科書 他要台灣要繼續通理很困難 在那個情形日本去美國 中國 他把他五馬分析 分成五等分 為他的目的就是賣給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在那個時候 蘇聯做一件事 他把北方四島上頭 一萬七千名的日本人 用軍鑑跟載回日本 奔倒 小趙我這可能要換電池喔 好像那一根也沒電 那時候 張戒祖他也知道這件事 張戒祖叫 聯軍 我們把六百萬的日本帝國人 插上 蘇聯的這種模式 把他軍鑑 把他載回日本 視同無人島 所以聯軍跟他說 我沒有那麼多軍鑑 所以 張戒祖 就用剛才你們看到那頂的行政命令 揭參我們剛才的委員長給你們看那個行政命令 把所有住在台灣的六百萬的日本人 用這頂的行政命令 改變國籍 我念不你聽 自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號起 一律恢復國籍 這違反 政政法 不可以跟別人 改變國籍 如果伊拉克跟美國相鑑 伊拉克的人怎麼會不去領美國的國籍 我跟你說 這個問題 是我們當時去美國 2009年的打國 裡面說 本土台灣人生活在政地聯絡 這叫做政治聯誼 其實 其實這張 國民身份證 這不能去投票 他不是公民 他不是公民 為什麼所有的台灣人拿這一張去投票 這張 跟這兩張一樣 這張我也有 這張我也有 這張在加拿大 不能投票 不用做兵 下面這張 立刻在美國一樣 不能投票 不能做兵 你才可以去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這張居留證 這兩張一樣 你如果可以去投票 中華民國 不是說 不知道公民 才可以投票 我拿政府給你看 所以 要問 你一定要傳給照 不然你的朋友 一定說 你亂不說 這誰當民 在民國35年 在高雄館的館長 為了要選舉去發行公民證 中華民國 要選舉要用公民證 才可以選舉 為什麼 現在所有台灣人都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因為民國38年後 他變流氓政府 他不能在別人的館長上發行公民證 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 你只拿這張 照你說 中華民國一直說是主權國家 這樣很簡單 你現在的國民身份證 怎麼會改成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 這樣就對了 這樣你去選舉 你去做兵就對了 但是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先來看中華民國為什麼有法度 哇 這麼久 因為他堅決反共 其實我跟你說 這個反共這兩年 不是中華民國的政策 這兩年的反共是美國的政策 美國因為反共 現在才成為世界強權 他怕你 中華州 他如果沒有堅決反共 美國哪有可能把台灣 這個軍事占領的 唯一給中華州來占領呢 他以前跟我們說三豬八毛 現在 台灣人都會說三豬八毛 結果他們帶頭去討 中國台灣人真的 跟他講 因為 他已經不夢了 這是他的夢白 你看中華是宋美齡 這中華州 這個叫做史迪威 其實中華民國的中華州 如果沒有他們太太 沒可以換那久了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台灣人 到底 就說你經常都不孫 黏的腳毛 手臂 到底肺筋在哪裡去撤到 我現在跟你說哪裡去撤到 在這個階段 頭一個階段去撤到這裡 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要簽約之前 中華民國 美國很厲害 他跟他去 跟中華民國的海軍軍旗 你聽清楚 海軍軍旗 跟國民黨的黨會 跟國民黨的黨哥 在要簽 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他進行一個月 還有十天 沒這麼剛好 從來拿去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把他刪讀通過 變成一個國家 國跟國照 要簽家庭 所以這個頭前 有寒戰結束 但是這個 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一直延伸到現在 因為斷交 中美斷交的關係 再去補一個 叫做台灣關係法 來取代 組織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的所有問題 我現在跟你說 這是概要性 我後面有證據 給你看 就是說 到底政府跟韓戰結束以後 美國做什麼動作 讓中華民國 可以彎彎彎彎 我們可以住在這個地方 美國社會法理的根據 但是我們國營 我們哪有可能接受這種問題 但是最無的 我們要去了解說 這幾十年 到底是哪一位 叫人生鬧 叫人 叫人 老虎 或是叫人 叫人 點穴 點到 大家都 只能向一邊走 連都可以向左邊走 要向這邊走 都沒辦法走 我們來看 你看 剛才開始 你如果沒有辦 剛才我給你看的那張新聞證 就是那個公文明年來 很簡單 228 後來的社工部 再來概念 再來美麗島的時間 這樣剛才 台條三台 這三台的人 你沒有台條輸口 我跟你說 所以我的事大人 還是在祖國的事大人 或是你本身幫你學生 孩子人有信無罪 因為這三台 已經被人摸掉了 那個記憶 全部被磨殺掉了 你要看這228 你們可能看過這張照片 有看過這張照片的人 可以拿手嗎 228 你們看過影評嗎 來我們來看影評 來我們來看影評 這聽說是豪平島的地方 因為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 小菜待會兒 待會兒就暫停一下 數字產生的時候 這裡暫停 4萬塊換一塊 聽過 什麼是4萬塊換一塊 日本天皇導航的時候 八月分 那時候一斤米才兩角 一直到1949年 民國三十八年的四月時 一斤米四千 這樣兩角 經過三年外變四千 我才祖國會你們斷下去 保證你斷下去 就算你有錢去買那斤米 你可能要吃韓吉千萬 你絕對斷下去 來繼續 你連天都不看過後面的影評 四萬塊換一塊的影評 不是上品還是聽人家說的 你看這個卡拉車 價錢可以換幾塊 我們平時議長說四十萬換一塊 這不知道怎麼換幾塊 未來 未來 來 我們剛才委員長也有說一件事 越南 如漢派去越南 我現在念給你聽 現在經過六十多年 所有的台灣人 說我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 都這樣說 對不對 來我這裡給你看 當時盟軍 盟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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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政府蓋救委員長 他被指派 接受 支那 就是中國 除了滿洲國 除外 還有福爾摩沙 還有北緯 十六度以北 法蜀印度支那 就是外南 外南 跟這時候 又不是說我是越南人 又是中國人 怎麼會台灣人變成這樣 因為 現在後 怎麼會無台無日 經過三年多 這個中國政府說變流亡 他就想 他就算你台灣人 運氣比較好 他就想到你了 你這些人 台灣人 也不知道什麼構成 尤其你全部去領他的新聞前 你就注定要給管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我念給你聽 他說 在此境內 日本高級指揮官 及所有陸海空軍 及附屬部隊 因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當時的政府蓋救 他不是總統 他只是委員長 因為我剛才給你看他的照片 宋美林跟美國的關係很好 所以他叫政府蓋救委員長 接受這個三個地方 日本的軍人 軍人導航 利益 是接受這個地區的軍人導航 你就要撤軍了 是這個原因 所以 所以 經過三年完 他才變流亡政府 我們來看 後面 剛才我們的委員長也有說 盧漢將軍 他叫蘇漢將軍 他叫蘇漢將軍 去外南 跟丹宜來台灣 意思一樣 他要去進行的二十六天 9月28號 這邊9月2號 前二十六天 外南 有一個人 叫做黑字名 人去選佈 獨立 所以 當時的外南 是 法國的市民地 市民地 可以獨立 可以主管 聘託不行 因為 你只要是 這個國家的領土 你就不能說 我要獨立 獨立 有一件事 在你這個領土的 這個國家 他本身的憲法裡面 有分離條款 你就可以去說 我公道 我要獨立 我舉一個 最近克里米亞的事情 各位 你也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克里米亞 他們裡面的人說 我公道 我要做熟練的人 為什麼聯合國出來反對 因為現在的烏克蘭 他沒有分離條款 加拿大有分離條款 所以魁北克 很多年前 一直說他要獨立 所以你公道 這是沒過 他如果過 他就能獨立了 主地的民地憲法 台日本帝國憲法 到現在新日本的憲法 裡面都沒有分離條款 你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你要獨立 你沒辦法獨立 你看當時 去接收的這些麵皮冰 跟來台灣的差不多 沒有經濟 來 知道的人別說 有人要找看看 這哪一國的國旗 沒有 因為今天這個地方叫做 比出賣 所以你要知道 到底在什麼地方 去用出賣去 中華民國的國旗 有印象嗎 都沒有 中華民國的國會 也沒有 袁世凱可以了吧 一半 差不多一半的人 知道袁世凱應該是 後面這順領山更大 順領山旁邊這三個機 你看 已經中這機比較大 你怎麼都拿豆酒餅 青天白日滿地紅 這什麼機 我剛才已經說 那是海軍軍機 旁邊這個六軍軍機 後面還有一個證明 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黨政 所以你如果要去跟朋友說 你這裡的政府都要拿 沒有人會笑的 來 為什麼 這要當時 中山堂裡面 壽祥典禮 再放青天白日滿地紅 英國 美國 蘇聯 因為當時 美國也怕 這個酒館酒 行為不整 他也怕台灣去 吞去 所以 叫他拿海軍軍機 放在這裡 沒想到三年多 才變流氓政府 這是當時的海軍軍機 他那時候還沒流氓 為什麼要用海軍軍機 因為他不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只是委員長 我們來看 這個中山堂外面 過去我們不知道 這支美國機 上頭這支也是 美國在這個地方 他要幫你改變歷史 要讓你所有的台灣人 說我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 從這裡開始 他跟你說中國政府 其實台灣不是中國政府 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我用他後面一張照片給你看 中國政府 九月扯到何英卿代表 中國接受日本的導航 但是我們這裡還有一張堂 丹宜 丹宜 丹宜是太平洋政府 丹宜 丹宜當時是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 他代表什麼 他是代替太平洋戰區 既然他是代替太平洋戰區 為何我剛才給你講的這個地方 怎麼會把你中山等外面 教科書小學的教科書 上頭幫你寫中國戰區 林拆做老闆 所有的人都搞不清楚 我們來看 我這個地方會講得比較近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影響 要給大家看 來 當時 上頭這三個元素 就是中華民國元素 所以中華民國的國歌 叫做中國雄力宇宙間 這不知道是國歌 結果你都去唱三民主義武當所蹤 底下這些東西 是被設局 底下這些東西 我認為當時的中華民國 絕對知道是美國設局的 但是他無奈他沒辦法 這是民國43年才搞定的 38年流亡 你如果不接受我的設局 那很簡單 哪邊涼快哪邊去 你要叫他去哪裡 這個東西是開羅宣言以後 中介教明令一個台灣接收小組 去擁汰一些錢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越南流通券 我剛才有跟你講 他叫盧漢將軍去接受越南 還有台灣流通券 還有東北九省流通券 就是我剛才在委託書上面 命令上面有寫一個 叫做滿洲國 就是這個東北九省 還有新疆流通券 這張錢 盧漢要拿去法國去用的時候 不是拿去法國 拿去外南去用的時候 法國政府反對 他說 你中國軍事政府是 只是接受這個地方 日本的軍人的導航 你可以把你中國的租款 侵略到我的越南來 所以這張沒用 下面這也頂中央銀行 也沒用 在台灣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 這個 當時是向蘇聯導航 後來高興給中國 他轉去用東北九省流通券 這張 他當時的滿洲國 確實是個國家 所以你看 這孫中山 孫中山 這個所在沒用孫中山 這都有機可循 但是這個影響故 用兩年再11個月 因為這頂頭沒老闆 他頂頭沒老闆 替他講話 下面這個新疆流通券 因為這張錢 後面 他回那個新疆文 有那個中國土耳其斯坦 流通券的這個意思 感覺上跟中國有點隔閡 所以沒用 所以我們來用這個概念 我們來看台灣東西的錢 你看 剛才有跟你說 流通券上頭 不能下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這張錢是35年 你台灣銀行的 人都這麼有道理來 我們來看他當時有錢 他二十六年 中國民國二十六年 這也順中山 這是中國銀行 這張錢 你不是跟所有的台灣人說 台灣光復 中國收復師徒 你這張錢 你早就要拿來台灣用 為什麼不來 因為台灣不是他的 我們來看這個音樂 韓戰爆發 剛才叫到金蓋舟 派遣第七艦隊 介入台灣海峽 宣布台灣海峽 中立化 朝鮮半島上的這場戰爭 使得台灣 又被納入 美軍西太平洋防線的一環 此後從1951年開始 美國每年提供1億美元以上的原住 這不但紓解了因為劇烈遷徙 所形成的經濟與社會壓力 也一度讓蔣介石又燃起了希望 這都增加你們的印象 來 韓戰在這個地方爆發 韓戰在這個地方結束 我剛才有跟你說 在這個地方去解決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為什麼 在這個韓戰要結束之前 有一個美國總統叫做艾森豪 他一直主張說韓戰要停戰 要和談了 他和談以後 你知道韓戰都死三百萬人 全部 總共 而且韓戰美國投入的金額 是二次大戰的十分之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條工不打贏了 條工要怪中國違反開羅宣言 有意識為自己圖利 而侵犯他人 我認為 以後可能有解密的檔案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這裡 就是我現在要給你看 為了要跟他簽 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在前幾個十天 把剛才說的那三項元素 中華民國的機 去立法 來你看 我們剛才有看到這個機 是海軍軍機 他在民國四十三年 經立法院修正 於同年十月二十三明令公告 中華民國國會國旗 對吧 還有看一次 在這個地方簽1954年12月3號 跟他簽中美共 那個一個叫做 夜公操去簽 去美國簽的 簽中美共同防禦 進前幾個月又十天 剛好 你現在你抓的 青天白日滿地紅 才立法而已 在這裡 政府在這裡 我們來看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裡面你說什麼 此條約有效期 為 定為無限 若有任何一方 締約國通告他方締約國時 可使契約在一年後終止 頂頭下有締約國 你如果在 我們再來看這裡 為了要給你們 見到你們的印象 在這條藍色的線以前 他是流亡政府 沒不對 在這個陣前 他是流亡政府 美國要怎麼跟流亡政府簽合 如果可以簽 他現在跟達賴阿嬤去簽 對不對 為了要不然 就像這間的剃柱 他是為中的 用三年了 有人檢基 他只要去找一個 比較大白的 建局書 把圍圍圍圖 送去管政府 通過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借私繁衡 他就地合法 我們來看 因為在1980年中美共同防疫終止 在1979年台灣關係法生效 在這個生效告知對方 所以在第二年的 1980年1月1號終止台灣 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繼續用台灣關係法 我待會後面有很多 買軍火的那個時間點 1970 這個是1980 這個陣前10年 就已經把美國買 48台F51 跟500枚小牛地對空飛彈 在這個結束的那一年 10年的那一年 還買840顆的解析飛彈 我待會後面有資料 所以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 我有說比較快 第一 台灣關係法成立之前的兩年 美國為了怕說 他跟台灣的中華民國宣佈斷交之後 走那個時候蔣經國發獨立 所以當時美國的對台政策 持續對台授武 繼續賣武器就對了 因為1970年 這1977 1970就已經賣了48台了 但是台灣關係法 1979年 成立的台灣關係法 它是提供防疫性武器給台灣人民 請問各位 這應該是免錢的吧 而且台灣關係法 你們如果可以去研究一下 裡面還有一條基金可以穿 結果可以去穿 他跟中國共產黨建交的時候 有一個戰書 就是說 你還要繼續 同意我賣武器給中國民國 這樣我才要跟你建交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並取得對台 軍售上的最後讓步 是不是這個意思 前面賣武器 本文說不用錢 後面賣武器 到底要錢 不用錢 要錢 這個問題 這個人叫做杜勒斯 他在舊金商和平條約之後 他擔任美國的國務卿 在舊金商和平條約簽約之前 他寫了一封信 給一個參議員 他說台灣這個土地是被 被放棄的領土 他怎麼不可以跟你說 被放棄的領土 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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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走就知道 但是在去年 美國CIA 怎麼公布機密檔案 像是我們剛才 在租金秘書中的領土 又公布了 去年的六月最久 習近平去訪問歐巴馬的時候 在洛杉磯農莊的第二天 美國CIA給他公布 民國38年1949 指出台灣地位未定 我訪大這個銀行這裡給你看 有可能看過報紙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什麼 他說 台灣的法律地位 人是被佔領的領土 又是領土 我們剛才有說杜勒斯 在那個時候就知道台灣的地位了 就說美國人都信用上帝 他們都是上帝的住民 上帝的住民可以對他的占領的人民這樣嗎 不能太麻煩 因為台灣東西的戰略地位確實是很重要 但是當時的美國想要親自佔領成本太高 他負擔不起 所以只好 請這個人來幫忙 但是這個人叫做金融街州 他的口碑很壞 既然口碑很壞 要再委託他怎麼辦 只好訂定模糊契約 模糊契約一定有模糊的政策 所以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就用 就簽 來我問你問各位 假設 台澎金融這四個都是中華民國的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怎麼簽 所有的土地都你的 美國出什麼 中華民國出台澎金融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裡面 就台澎金融這四個東西 美國出什麼 太平融嗎 不可能 各位你想想看 所以台灣跟平融 確實是美國的海外未合併的領土 金融媽祖 就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 一個人出兩個 不知道差不多 不知道可以簽 我有幾個給你看 美日安保條例 美國出台灣 平融 日本出縮縮 本週四國北海道 這樣不知道可以簽 所以他的防禦範圍到了台灣海峽 你只要記這個堂記起來 差不多法律就通了 來我用這個時間 說解釋給你聽 清開始 明國三十八年 零頭 後來這個所在寒戰爆發 美國第七艦隊 進入台灣海峽 宣佈中立 台灣中立 後來 寒戰爆發以後 美國趕緊把酒精三和平條例簽下 獨獨剛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還有 苏聯這三個 不參加 因為他都參戰 中華民國當然那個時候沒有 但是你要知道 明國三十八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已經被 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 當於被他取代的時候他也取代他原先的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裡面 因為 已經違反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參戰 有意識侵略人家的 土地 違反開羅宣言 美國趕緊 快簽下 所以寒戰結束以後 我剛才跟你講 國徽國企法定定 中美共同防疫簽 因為 沒這個 沒頭上這個手術 沒材料簽後面 結果你看 823炮戰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三項 第七艦隊協助後勤應補 他沒參戰 他只負責去運補 再來 勝利女神飛彈 只放在台灣 他沒拿去金門罵祖 他也沒參戰 第三 他協助的他的8吋炮 12問的12顆 8吋炮 他交給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自己運 但是那個時候 他有用一個叫做西方公司 民間組織 有教他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看 這個8吋炮 這麼大件 這對金門撞去學問 我看那邊就是 元祖帶來 這有法打嗎 這武力懸殊 沒材料打 所以後來就沒有戰爭就結束 來這個稍微放一下 8月23日 共匪突然瘋狂砲擊金門 我前線守軍沉著應戰 奮勇不屈 中外人士一致表示敬仰 近月以來共匪的砲彈 從未休止的向金門猛轟 陰謀封鎖金門 但是我前線將士越在越勇 而後方軍民更熱烈的展開 在支援前線運動 海軍登陸艇裝載物資 每天不斷的 海運補給金門 中美強大的機群和艦隊 擔任護航的工作 護航 只有護航啊 沒參戰 這說就是自由世界 自由世界就美國了 保衛自由世界 更要確保金馬 我現在說 台灣關係法裡面 台灣關係法到底是在做什麼 他叫做 不是正式的外交關係 所以你如果去簽證 你有去AIT簽證 你去辦公室 他有那個經委 或是裡面的辦事院說 你這個copy好 你拿去頭前找那個 6號窗口的官員 奇怪他都自稱官員 還有民間組織 因為 美國為了回避 一戰爭法 應在台灣設立 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的責任 所以 他用 這個台灣關係法 為了要繼續銜接 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所以 保護在台灣 這個土地上頭的中國人 現在好像有說 People on Taiwan 我等一下有時間 我再解釋給你聽 不然我現在說給你聽 什麼叫做People on Taiwan 我說一個例 差不多在四個月前 我一個朋友來台灣找我 他是來台灣 慈濟受訓 他是香港人 陸籍美國 他是美國籍 我如果在新店 我請他吃飯的時候 我問說 Selina 我請教你 什麼是People on Taiwan 你知道他給我回答嗎 他給我回答說 我就是People on Taiwan 他來吃土地來三天而已 美國的書頌 他說他來吃土三天 他叫做On Taiwan 我說我呢 我說什麼叫做People of Taiwan 他說你就是啊 他說你土生土長的 所以 台灣關係法 竟然保護 那個來吃土三天 也是On Taiwan 沒有 你看 台灣關係法 我剛才跟你說的 1970年 就已經買四十八台 五百枚 1980年 台灣關係法開始生效 還買14萬的 840枚 一大堆的東西 都沒停了 82 83 84 85 86 中間有三年 不買 他怎麼走去 法國買這台 拉法業監 我你想 我想 合理的法醫 有可能在這個陣情 美國的扣准已經 差不多都買完了 他現在服務的 他怎麼可以還買 買那邊 要去哪裡 所以 沒有買 89 印清風的結束了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2000 都沒停 所以我剛才那時候 合理的懷疑 因為每年賣 怎麼會 不怕要拿去哪裡放 來 中華民國要消失 你們回去 你也可以去印證 你上 台灣關係法的網站 沒有啦 AIT的網站裡面 台灣關係法 第15條 他寫什麼 自1979年 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 台灣治理當局 這句話什麼意思 對1979 1月1號以後 他不承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對吧 是不是這個意思 美國都跟你說不可以不可以 他都沒有跟你說可以 所以你要看 在這個以後 中華民國都沒有贏 確實都沒有贏了 我們來印證 你回去查中華民國行政院 一定只存行政院 財政部也只存財政部 你自己回去查 好來 中華民國高等法院 近年沒有官方 沒有 下面什麼中華民國 這不存在 這時間的記載 都沒有 因為台灣關係法第15條 你現在收的紅燈也沒有 這陣子我都知道你查中華民國 什麼東西 有一次我想到 我沒有來查 中華民國的 國民黨 查沒有 我昨天去查 打工 中國國民黨有 中國共產黨也有 我是說 接下來應該查中國民進黨 近年查沒有 像我還怕中華民國民進黨 有 但這個問題我放在頭上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剛剛 我們的蔡委員長 經過兩天或三天 我剛才在中央跟比書長在開港 他說民進黨 東公裡面放 中華民國 當時怎麼怎麼 林卓水 台灣前途決議 我們說 台灣是主權 獨立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硬生生的把這四個字 把它放在民進的黨綱 我告訴你 剛才沒有辦法符合台灣關係法 治理當局 因為去中華民國 這樣抓去民進黨抓去 所以 他選了總統第一次 他重任的時候 AIT的人派人告他 說事不亦沒有 來 政府給你看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不把污衊 人家這多抓的你知道嗎 他這個中華民國 他台灣把花瓶拿掉 外來政權 可以變成台灣的治理當局 因為他沒有把台灣跟澎湖 的主權放在他們憲法裡面 我們剛才那個 那個委員長有你說這年度 他有去跟他請說 我們也要請台灣民政府 人美國說你不會付了 人台灣民政府 這有問白 這也有辦公室 人家已經有了 你們來不及了 還有地劑 你已經不會付了 這個地方就是我剛才跟你說 中華民國不合約 剛才好 這兩位警察 在聖誕節作業 我去紀念 去載我們學生 要回來 剛才他在華航那 看到我們的紅白 在跟我們抵 抵到二騎航下的地下室 當我車停好 馬區停好 他才來 說有警察這樣做的 我現在給你看 他跟我打車 我跟他的對話 差不多七八分鐘 我都不賤 來請 對啦 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公法 我也有我們的公法 就跟你說 都是政府嘛 你現在 你一直口口聲說 你叫做台灣 的中華民國 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 你只說 沒有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你跟他講 中華民國 就沒了 你自己去上網去查啦 就跟你講 中華民國沒有了 然後呢 然後你那個 我問你齁 你們現在的紅單子上面還有中華民國嗎 你現在開的紅單上還有中華民國這個字眼 他是大王路交通管理什麼條例 好啦 你一直跟我說中華民國 我問你說 中華民國還存在嗎 你不知道台灣民政府 也許算啦 我就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這個問題 卡在這裡很大力 車子要開齁 在 目前 我跟你講齁 我沒有錯 我上面已經有標示 第一個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你 因為 這一桿我是怎麼搜啦 你看這個已經說了 你有看到嗎 這個折損 浩排的折損 對啊折損 你沒有你開折損的單嘛 你這也規定懸掛 你這也沒有 我今天 稍等 稍等 我今天已經去 我這今天才去 監禮所去檢查而已 這是監禮所 我有去檢查 那就是沒過嘛 對吧 啊沒過關係是因為 一車牌兩台懸掛嘛 我今天沒有違法 我們今天是照我們的 重量 你本來就違規你沒有違法 沒關係 你開單嘛 你如果認為我違規你給我開單 沒關係嘛 違法你的中華民國的龜 你去開單子 沒有關係嘛 對啊 這個他也給你 你認為他說你中華民國是個政府 台灣民政府也是政府 我們今天沒有違法也沒超速什麼都沒有 沒有問題是你懸掛的位置 啊你開單子嘛 我就跟你說你認為我違規你開單子 你開單子啊 我就跟你說你現在包括你的紅單三線也沒有中華民國 我那頂就是駕照 那頂就是駕照 好啦你按照你給我開單子 啊那個就是我們的駕駛執照 你可以求證 啊對啦 啊我就跟你說你如果你的公法 我如果我的公法 啊不然你紅單三線上頭有中華民國 有嗎 你剛剛一直跟我說根據中華民國什麼東西 我的意思是要根據大陸有交通管理所來的 啊你不要剛才說的 我知道啦 我沒有違法 你可以開單子 你可以開單子 你本來就沒有違法 你只是違規而已 啊好嘛你開單嘛 我現在跟你說你可以開單嘛 我收嘛 我來發款嘛 對啦 我現在我的意思是跟你說明一下 啊你就開單子 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啊 你剛才還沒跟我說中華民國 啊中華民國就跟你說不下去了 你跟中華民國 你現在紅單三線上頭有中華民國 我頭才給你做多少錢啦 上面不會是中華民國 上面是... 啊不然你剛剛一直... 你剛剛為什麼一下車你就說你中華民國 你們上頭有什麼中華民國沒有 你不要... 我自己...我沒有跟你黑白說 我今天才去... 我說你開在道路上就要按照道路 就要用管理所法條例 對啦 我... 安全規則 你要知道齁台灣這個土地主人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是這個土地主人啊 小菜 把他移到... 你最好用無線電問 你的主委說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單位啦 好... 這沒問題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如果有需要自己看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比較重要的 他都行喚啦 他沒有... 都沒有開啦 他就都行喚 沒有啦 他勝利運氣很好啦 他把我帶那個進行一天 進行一禮拜 我剛才把中華民國募集 那些東西我剛才做得好 他如果去帶別人就不可以說了 他剛才去找到我算他 這是老天爺的安排 他已經要走了啦 因為他跟人簽阿爾法 他注定要離開啦 我現在就是說 你跟人說他要走了 中華民國要走了 你沒有政府 我政府都給你了 來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的網站 我們裡面已經要蓋金門大橋了 金門大橋都在5.4公里 國登公司去蓋的 這5.4公里 這是大金門跟小金門 這裡還有一段 他不敢做灰色的 他的設計度已經這樣 虛線了 現在蓋這段 大膽二膽在這裡 也那頂頭地雷都除掉 馬英九去煎菜 大膽二膽 這沒多久以前 20141月22號 全部頂頭地雷都除了乾乾淨淨 他可以逛他了 所以他的媽祖也開始在規劃 要做觀光賭場 海霞號有聽過嗎 海霞號就是他要走的 他要撤離的一個工具 可以載330台車 我們來看平潭 來 你放音樂屏 好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來看距離台灣最近的 福建省平潭島 在大陸中央 選定它成為兩岸 綜合實驗區之後呢 三年之內迅速開發 我們現在呢 開通了台中 台北兩條航線 而船行時間 最多只要三小時 在實體交通上呢 非常的方便 未來也將投入 將近七十億台幣 建設全島光線網路 三G無線覆蓋 以及離岸數據中心 等等項目 要打造平潭島 成為一個智慧島 也成為兩岸 通信交流的 新平潭 汽笛長鳴 利納倫截覽航 歡歡使下海霞的另一頭 台北 即開通 福建平潭 台中航線後 兩岸大渡輪時代 再添勝利軍 海霞加加利納倫 平年大概有 他再扣掉 他的警局 我們預計 可能會突破 三四萬人次 作為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 平潭不論直航台中 或是台北 最快只要2.5小時 貨物運輸長三角 珠三角 更是一天搞定 已經有野民首快的企業 大張旗鼓 砸下336億台幣 投資打 這裡有準票 你們想要去看看 可以去給他 那些最重點回來 在台北港 拜三百六 九千五來會 在台中港 拜禮拜四 拜五 八千五 但他準了 車 車也沒有 他這個時候 不敢 在台北 連 他真的要走路 這海峽大橋 這海峽大橋 就是在平潭 和福建中間 這班橋 上面有射海關 他不能全部都放 這場 我兩個月前 在美國 剛才有去搜尋 他是2000 到那年 就設計好了 一直到2000 20年 你看 他所有的箭頭 都向內 透過海峽號 把住原子 再再過 有看到 所以你福茂 你說福茂 人福茂 國民黨的網站 裡面有個保證 保證不開放勞工 保證不開放移民 你在怕什麼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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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就好了 他是要把台灣這些生理人的主委給他 他過來要創什麼 台灣生本那塊他過來要創什麼 台灣人因為我們兩千空兩年 爛這項人去搞 這頂頭有暗號 有幸福的自己去關門的 這五項的判斷 所以在現在你都看過了 因為你已經上完課了 六十四年 本土人沒有國籍 本土人沒有國際生理的政府 台灣生理政府已經動審了 本土人目前生活在政治的領域 你都拿國民身份證去投票 美國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原告 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怕你在這裡上課 就是你滿足這個四十億萬張身份證 跟四千位公務人員 這兩個條件是美國開出來的 目前台灣還是在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有法源 所以今年八千名入來 美國的軍人有法源 美國的司法院這樣說 所以阿平國入來 有需要再去國會通過 目前台灣還是在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所以八千名的海軍陸戰 入來是剛好而已 是執行命令而已 因為他跟人簽ECFA 你來看時間點 你這個問題我做日才放上去 我剛才拿了資料 怎麼這麼剛好 全部黏黏做會 來 2010年6月29號簽訂ECFA 7月2號 美國第七艦隊離開台灣TVBS 離開台灣30年主權宣誓 你要把我台灣把我賣掉 我美軍禮拜給你看一下 我美軍禮拜給你看一下 下等天還有兩天 我們台灣平民政府 剛才那個辦公室有沒有 掛牌運作 你看 這都美國人你補局的 再看一次 6月29號 7月2號 7月4號 好不好 再來 所有台灣人的困難 就這張圖 很簡單 因為你去領他的新聞情 當時 中國軍事政府 就是台灣區警備總司令部 如果照伊拉克的模式 本這張新聞情 讓我們贏一貫我們賣掉 軍事政府付這外交 跟國宏 上頭這是軍事政府 下面是民事政府 什麼民事 台灣行政長官公司 後來改名叫做台灣省政府 李政府要廢審 不可以的 美國不同意 變作動審 其實我們在這個階段上 我們夠了 我們已經法理上取得 台灣民政府 沒有人幫我們反對 這時候台灣省政府來 就沒有人要怎麼幫我們反對 連媽營救就要去清清 民政府 所以這個民政府 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民政府 當時台灣省政府 去到委員會 不服了 動審了 你看 合理 我說的是邏輯性的問題 美國 受權 反共民國反共反共反共 在這個地方 他不反共 美國 美國是 是經濟主義的國家 美國因為反共而世界 成為世界強權 他怎麼會把台灣的管轄權 交給共產黨呢 他自己要進來 這都 邏輯性的問題 台灣人 就是因為你去領他的身份證 你就要給他管 你如果不要去那張身份證 像剛才那個警察 我拿我的身份證 他就沒做 他不知道怎麼開 其實上面的身份證 字號都一樣 你看 在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人 台灣的過去 這個現在 這應該 我們的軍修的辦公室 都有這張堂 這張堂很好用 早前 你跟人家說 你來參加民政府 有什麼好處 你辦新聞前 有什麼好處 他給我們印一句話 你若拿不到政權 2天 你若辦不成 你失蹤 你失蹤 換我們八二二八 所以 後來我們就不要去 說那些福利了 直接 在台灣 什麼人的投票率最關 政治受難家屬最關 你說道理給他聽 他理解他 他會來幫你幫助 所以我們就要說道理給他聽 在現代的台灣 前主席叫做政敵台灣 在台灣關係法的架構下 美國人 因為都看到 People on Taiwan 他沒看到 People of Taiwan 因為我們個員他 他教我們怎麼找這個 People of Taiwan 三星 所以他就要找到後來 這個地方 這很簡單 你說後面有比較重要的 我 跳過 所以我們投一個改單 我們既然知道 我們比出的 我們一定要拿回 我們台灣人 應該有的人權 零款 投一個 我們不要學伊拉克模式 向美國 拿回我們改革的 賬款 我成人我失敗了 我成人我是比尖而已 但是尖而已 比尖而已 有比尖而已的零款 早安 還是早起 秘書頂府說 波多利哥 去年他把美國 簽90億 他簽90億 我們每年不知道 要花多少錢 我不知道 今年8000名的 海軍陸戰隊 我最近常常講一件事 就是說 你可能不相信 台灣民政府要接政 但是我們如果有政府 可以證明說 今年8月有8000名的 海軍陸戰隊 要進來台灣 你要相信嗎 你相信 還好像有意思 好 你只要可以證明 今年就有海軍陸戰隊 要進來 這樣我相信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用這個角度 去說明 給我們的親戚朋友 我剛才有跟你說 在2012年10月1號 美國 增兵 他對他所有美國境內的所有 亞裔 要找阿兵哥了 我念給你聽 美國 美國啟動 緊缺人 財政兵計劃 將從 今年2012 10月1號開始 過去兩年在美國合法居住 而的 無永久居留身份的華裔 包括54種非綠卡身份 均有機會通過加入美國 陸軍方式 跳過綠卡申請 直接快速成為美國公民 他的眷屬 也是一樣 這是美國優勢以來 頭一次 頭一次 為什麼 他要重返亞洲 你看 此外 還需要通過體檢 及雙語測試 其中 報考中文 陸軍的申請人 需參加國語 澳語 粵語 聽力 及閱讀測驗 這就是 他要回來 盡情要先準備 第一嘛 來看看 這個音樂品 高雄美國學校 歡慶建校25周年 同時舉行 新建校舍動土典禮 地點其實就是 原本借用勝利國小舊 校區的用地 市府透過合法租賃程序 將舊校園重新活化善用 原子新建新校舍 在隆隆的鼓聲中 高雄美國學校新校舍 破土開工 市長陳菊 AIT高雄分處處長歐借琳等貴賓 手持精采 共同完成 中股位十足的 共土 你注意看 提供幼稚園到高中 有看到沒有 我問你 美國已經離開台灣那久了 比較有幼稚園 你想 海軍力戰隊 他隊員基本上都30歲以下 他的家屬會來台灣 他自己要帶人 就像以前美女一樣 人家在美國阿平哥要吃 就不是台灣人要吃 你反對什麼 來我們看這個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說 你就要這個資料 不然你 說不贏他 雖然不是最貴的 但是主打的是綠能建築 而且AIT的發言人說 為了安全的考量 所以工人一半是台灣人 而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部分施工 只是特別由美國工人來台灣施工 一看到媒體接近工作人員立刻提高警戒 拿起了相機 這看起來非比尋常的工地 就是AIT未來在台灣的辦事處 將政府租下內湖這片山坡地 美國在台協會正在蓋新大樓 我已經把你寫在這裡 美國亞洲軍事指揮中心 我有把你打在這裡 工人一般是美國人 可是一般是本地人 所以多波的街路真的是本地人 那個從美國來的是做特別的 那個安全的那樣的部分 來 他要重返亞洲了 上個位去日本 這你們知道 再來 菲律賓也駐軍3000 開始你做了 台灣民政府是唯一在全台灣 不用透過選機 我們就要拿到政權的政體 這種東西你對我去選擁的時候 沒有人會跟你說你是哪個政黨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是跟他們都不太想 我們不用透過選機 像上課 台灣的最終地位 我以前都跟他說 我是台日本國的台灣人 但是我告訴你 很多台灣人你也要隨你 就算他是支持民進黨 很慎重的 勝率的 你有可能告訴你 後面是日本人 他會把你嚇 我沒有這麼騙 我 六三紀有一個青青 那是支持民進黨 很慎重的 我有一個人說 民進黨說說的後來 你以後是哪裡 我看見你們 都說日本人 我說對 我就是日本人 還要說你白做 說我白做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說 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沒錯 我們是日本人 但是我們對我選擁的時候 我們不要這麼直接說 我要做 我是日本人 不要這樣說 我們要學加拿大的模式 這個大英國協 有五十三的會員國 加拿大有總統 加拿大沒有租款 他的租款英國越少了 我們要學加拿大 人他有負責 加拿大福利有夠好 知道嗎 加拿大福利有夠好 我大家也想要福利好 人有總統 這個土地英國越方越 人是聯合國越南國 這個澳大利亞 這個澳大利亞 人他也是 聯合國越南國 土地很漂亮 應該你都能去出國 紐西蘭也是 紐西蘭 我們要向這個 大英國協 這個輝員國 我們要向他學習 我們要向日本天皇 拜託 他說 這個土地你給我經營 我會繼續給你休息 像是我爸這間房子 我爸的 他就不需要給我住 但是我說 會啦我一定 每年一個月 我剛才每個月都會 一萬塊給你 他給你休息 但是有一天我爸如果再見 我就不用再農了 因為他 價錢給我 但是不好意思 日本天皇 他如果再見 他兒子又接不下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他保持 很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每年 我們都去他促收 我知道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萬童 在這個地方在這裡等你 他說 好我同意這塊土地 讓你去經營 那一天 台灣真的 未來很漂亮 因為 南海 很多主委員可以開發 對於台我們也有分 南海跟對於台都日本天皇 但是他們兩個 大小的跟第2的都出去了 都已經出去了 現在 只剩這個萬童 他也要給我們考慮 我們剛才那個 我剛才有跟你說 台灣關係法 那主要是叫台灣人 你背上這個戰爭債 當時這兩個 大兄跟二兄都沒有背到 都這些地 老死 老三的 剛才出事 四五半月 這樣 刺到差不多十多歲了 開始買不起了 他叫七零 他叫四五 刺到差不多二三十歲了 開始就 做羅蕾 賺錢 要買一些那些沒用的 那不是當時在背上嗎 沒有我問 在座各位 全世界有哪個國家 戰爭失敗 以後買這麼多沒用的東西 我剛才不是說八二三炮戰結束了 沒修正 沒修正以後怎麼買那麼多東西要做什麼 最近還有一條我說給你聽 在去年11月 有四代 中華民國 還要把美國還買四艘的派禮籍巡防艦 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我有資料 我告訴你 現在就已經沒有阿兵國了 還買四代軍 是誰要開 我問你 我怕你 立法委員 是國防委員 我就問 中華民國 就已經沒有阿兵國了 你還買四代是誰要開 只要這樣就好了 你知道這四艘 派禮籍巡防艦用什麼名字買的嗎 叫做 台北 駐 美國 經濟 及 文化代表處 是啊 不然用台灣的名字 不然用中華民國 立法政府在台北 不然 敬念給你用台北 駐美國經濟 文化代表處 這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嗎 他沒有你管這個 這叫做政治台灣 唯一我叫你買你就把我買就對了 誰人出錢 要問台灣人 叫你立稅你就立稅了 不立稅就把你限制出境 怕你時間的關係 很感謝各位 這個問題 我現在給你們說的這個問題是 在外面給你做選團 因為裡面 文理很少 但是你怎麼會改稅 你不能看到那些片子 有時候他會給你問 他會給你問問題 問問題你要有辦法改答 但是最沒有 比你空槌 報紙去跟他講 會比較好 但是可能要投資一些 你要有電腦 你要必須有筆記型電腦 你才方便攜帶 因為這是 這是那個office 你裡面用的東西 這樣對各位才有幫助 你今天來這裡上這兩次 一次三天 你開這個地方 你才有工具 有那個工具 他要去說服對方 今天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稍等 稍等的 12.40 12點40 去前面一樓大門口 拍團體照 12點40 35分的時候就可以慢慢的往那邊移動 明天下午3點半有要搭車去 搭高鐵 火車站或者桶聯之類的 記得去一樓辦公室前面那邊登記 12點40拍團體照 在前面一樓大門口 12點40拍團體照 在前面一樓大門口 R35分就可以開始往那邊移動了 謝謝